现在不少人看来,拉丁美洲基本上已经宣告了右翼时代的全面开启。 然而近日墨西哥总统评选中,最终胜出的却是奥布拉多尔,他是一位持足的左翼领导者,而且此次当选也是墨西哥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左派正式当权执政,奥布拉多尔的任选成功,对于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 曾经这位总统放出豪言,称如果真的有需要他,将直接和特朗普对着干,因为他和特朗普在不少国际问题上持有相反的意见,在竞选的时候,这位候选人多次澄清,根本没有收到俄的贿赂,外界的传言都是虚构出来的,根本没有任何的凭证,其实自从墨西哥正式建国之后,和俄之间都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发展关系。 墨西哥经济的发展与签订的北美贸易条约关系很大,甚至很多时候都需要美国的支持,然而如今的墨西哥可以摆脱美国的约束了,特别是面对当前美墨之间,十分不稳的发展关系,因此墨西哥看上去俄罗斯,有可能用俄将美的位置给替换。 专家一致称,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,此次奥布拉多的成功当选,无疑是个绝佳的时机,这将使两国在经济领域开启全面的合作机会,甚至在军事上也会更好的互动起来。 对此普京也表态,希望在这位新总统的带领之下,俄墨两国能够更加友好的发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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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